- 《 》 - 别告诉我你有多大德 - 师父有多厉害 - 门派有多深奥 - 功夫 - 两个字 - 一横一直 - 错的 - 躺下 - 站得起这才是对的 - 是不是这样说的 - 大家好 - 欢迎收看Sophie - 欢迎回到这个无人看的节目 -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 今天就继续提醒到 - 我们的客席嘉宾夏冬 - 来和他讲讲电影 - 大家好 又是我夏冬 - 欢迎大家来到 - 迈向九龙城寨系列的第二集 - 那我们今天 - 说些什么呢夏冬 - 我们今天当然是讲一些 - 非常深入民心的作品 - 这样的 - 我又想问一下你 - 你觉得呢 - 如果要你现在不准立即答 - 就给三个动作明星我 - 你会想到哪三个呢 - 我会想起这个Chef Lemon - 我会想起这个谢霆锋 - 和这个谢霆锋 - 和这个谢霆锋 - 做得好啊 - 这三个真是很厉害的 - 我觉得好明是会比诸葛亮的 - 对啊 - 没说错 - 真是周树仁和鲁顺的朋友 - 对啊 - 是啊 - 找周树仁 - 你看周树仁好啊 - 你不要拘捕我鲁顺了 - 我鲁顺没说过 - 是吧 - 玩会不同人来的嘛 - 这样说的 - 其实香港呢 - 昔日在武打片 - 即是叫做 - 创出名堂的演员 - 都真的不少的 - 好像洪金堡 - 又或者袁彪 - 又或者袁秋 - 又或者袁华 - 很多很多 - 这些的演员 - 不过我们这个系列 - 其实主要讲三位 - 第一就是成龙 - 第二就是李廉杰 - 第三就是殷子丹 - 而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 主要是讲成龙 - 和李廉杰 - 先讲讲这个李廉杰 - 李廉杰最出名的应该就是 - 吴徐克拍的那一集王飞鸿 - 夏冬啊 - 你觉得这个王飞鸿 - 给你的first impression是怎样呢 - 应该都是一个 - 叫做 - 道貌岸然 - 正人君子 - 一个很有 - 国家很爱国的一个 - 武术大师 - 爱不爱国呢 - 就很难说的 -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爱的是哪个国 - 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 你支持革命军 - 还是支持清朝 - 我支持共产党 - 我支持共产党 - 我拥护共产党 - 陈独秀那时候都没有组党 - 我问你 - 你支持革命党的 - 即是你支持反政府 - 你支持清朝的 - 即是中国腐败是好事 -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 现在香港的政府 - 尤其是一些人 - 他们是会支持清政府 - 还是支持革命军 - 我也有点好奇 - 他们会支持给他饱饭的人 - 就是这样而已 - 现实是这样而已 - 知不支持这些东西 - 谁有钱多就支持谁 - 黄飞鸿不用支持谁 - 他可以打的 - 因为没有人可以打他 - 阳枪也不够他来 - 神仙 - 即是这样的 - 从小到大 - 我也看过黄飞鸿的作品 - 这样叫做长大的时候 - 后来再留意一些资料 - 我才知道原来黄飞鸿这个系列 - 原来不是只有随黑版 - 原来是有百多套黄飞鸿的作品 - 这个真的嚇到我傻了 - 我第一次知道 - 即是如果大家会觉得 - 今时今日的Marvel - 叫粗制濫座 - 或者把同一个主题 - 炒来又炒去 - Take a look at Hong Kong Movies - 当年的王飞鸿 - 哇 - 我现在就这样在Wiki上录 - 一个不小心 - 都107号是关王飞鸿的事 - 都未计算香港的电视剧 - 他令我想起一本书 - 哪一本 - 走羊打飞机 - 广东人做鸡的方法有很多种 - 中国人打飞机 - 可以有一百多种 - 有一百多种 - 真的很厉害 - 打飞机打得很厉害 - 但问题是 - 我觉得107号里面 - 打飞机 - 即是说打飞机打得最厉害 - 莫过于脱黑的三套 - 王飞鸿的第一集 - 说中国在搞洋务运动 - 很多船坚炮你 - 打算瓜分我们中国 - 这个特殊性的土地 - 当然 - 这个时候 - 当外国人打到来的时候 - 中国人会做到什么呢 - 没错了 - 就是这个窩女斗 - 在第一集里面 - 我们就可以看到 - 这个中国人的特性 - 这个又令我想起第二本书 - 就叫做丑陋的中国人 - 丑陋的中国人 - 丑陋的中国人 - 就是说很多关于中国的特性 - 例如什么呢 - 就是这个装 - 嘈 - 乱 - 和这个窩女斗 - 就是了 - 当其他外国人 - 杀到来的时候 - 全班都不知道做什么 - 这一天就卖自己的同伴 - 卖猪仔 - 逼他们去金山 - 去采金 - 勾结这个外国的势力 - 要是就为了打出这个名堂 - 就去炒狗这个王飞鸿 - 王飞鸿就心想 - 哈 - 我都没搞你 - 你为什么搞狗我 - 他真是灰了 - 柏洋你也说得对 - 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洋写的 - 第一集 - 其实你都已经看到这些中国人特色了 - 老实实的 - 我觉得这一套王飞鸿 - 当年王飞鸿这个系列是reboot的 - 其实在他之前可能已经有七十多套 - 你就这样听下去 - 你都听到已经那么悶了 - 但其实这一套 - 又或者这个王飞鸿 - 王飞鸿系列1991年长黑版本的这三套 - 人们说过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 或者是李连杰最巅峰的作品 - 也是完全重塑了王飞鸿师傅的这个形象 - 据我所知 - 以前的王飞鸿 - 在李连杰这个版本出之前 - 其实老实实的 - 王飞鸿比Spider-Man - 即是Spider-Man我们认识都只认识三代 - 神经病 - 八九几套的王飞鸿 -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王飞鸿 - 真是很瘋 - 原来王飞鸿 - 即是很瘋 - 但问题是 - 最初代的王飞鸿 -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 就是以和为贵 - 又或者是非常非常瑜伽 - 华夏文化里面的瑜似 - 一个士子来的 - 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 你可以不打架不只抽的 - 用和平的手段 - 以你服人 - 即是迫不得已 - 局勾着你才能打人 - 但你现在看到1991年的王飞鸿 - 哇哈哈 - 别吵便宜 - 这件事都被官方吐槽过的 - 第三集里面 - 阿冯真是少了他师傅 - 师傅常常叫我们不要常常聊天 - 都非常打架 - 但每次打得最起敬的都是他 - 基本上 - 林子祥一唱那首《林当志强》 - 那个主题曲一开 - 他就好像吃了一粒无敌猩猩 - 他就不会输了 - 没错 刀枪不入 - 杨昌也打他不贏 - 闫师傅也打他不贏 - 闫师傅也打他不贏 - 闫师傅也打他不贏 - 最后也滴失杨昌 - 但我们王飞鸿 - 一避就避掉了子弹 - 子弹再快也不够他快 - 子弹再快也不够他快 - 真的很瘋 - 你问我吧 - 其实这一部电影 - 即是这个系列 - 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说的系列 - 为什么呢 - 除了因为它是一个重掃了王飞鸿 - 和这个形象之外 - 又或者这么说 - 他的动作设计场面是非常震撼 - 这些事情 - 这些是无可否认的 - 但我想讨论的是什么呢 - 它背后想带出的那个意识 - 是非常有趣的 - 因为现在作为一个2024年的香港人 - 看起来 - 整件事是很有趣的 - Mook Trophy 我想问一下一件事 - 第一集最后的大反派是谁 - 你觉得美国佬算不算 - 我觉得《沙河未必》 - 真是最大的反派 - 我认为第一集最大的反派 - 我认为第一集最大的反派 - 我认为第一集最大的反派 - 第一集真的好像这个 - 真是Spiderman - 露威空 - 个个都是黄飞鸿的反派 - 真心 - 所有人都要搞糕他 - 你不觉得吗 - 是吗 - 对不对 - 阿欢搞糕他 - 就是拜炎师傅 - 炎师傅不知为何搞糕他 - 沙河各班人又要搞糕他 - 然后美国佬又要搞糕他 - 所有人都要他反派 - 连那个盐碗都是他反派 - 表面上是一个很受规矩的人 - 开口埋口就是头两集 - 要什么事是布盐碗 - 布盐碗一定是听我们说的 - 但两集都是他打出盐碗的官 - 不知道为什么 - 他最后一定会打出他们 - 其实你究竟当不当朝廷一回事 - 你会觉得很奇怪 - 他第三集 - 甚至还写了封信 - 类似就是说武术界的问题 - 想给这个老佛爷知道 - 但他给完之后都知道没有用 - 为什么你会给呢 - 你明白不明白 - 整件事很奇怪 - 其实这一件事就是江湖片 - 或者这么说中华华夏文化 - 变其中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题目 - 就是江湖 - 其实就是说江湖是朝廷之外的地方 - 其实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 没有说错 - 就是那种 - 这就是一种武术片的灵气 - 怎么说好呢 - 里面的主角从来都不是投靠朝廷的 - 你刚才说得对 - 基本上他们的朝廷是没有用的 - 不论是清朝什么时代都好 - 基本上政府是失聚的 - 简单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个 - 他的社会是一个政治失聚的社会 - 百姓你只能够靠自己而已 - 所以呢 - 再去尽一点这么说 - 我觉得王飞鸿 - 系列电影里面最大的反派 - 就是时代了 - 那时代当然了 - 但你问我呢 - 我觉得其实第2集 - 整个王飞鸿系列的第2集 - 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一套 - 是最有趣的一集 - 即是第1集 - 王飞鸿是直接可能说是凌到瘋了 - 即是那种叫做中国人挖起来 - 怎么说好呢 - 很记得的 - 就是王飞鸿去的第1集 - 即是王飞鸿这一集 - 开始就在一架船那里 - 从羊舞运动开始 - 之后就是王师傅自己一个武师 - 之后就是去采青的嘛 - 那一幕其实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象征意义 - 就是说中国终于站起来了 - 巨龙终于骚醒了 -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唱首《龙的传人》 - 哎呀 - 不要唱了 - 大家都听到都觉得老套 - 但是问题是 - 第一集基本上的意思是这样的 - 有一种就是中国这个巨人骚醒 - 这一部是1991年 - 但问题是1978年 - 刚刚中国就改革开放 - 是不是 - 其实就是那时候开始 - 中国的经济是起飞的嘛 - 当然啦 - 中国的经济是起飞 - 也都带动了香港的经济是起飞 -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 很多的有钱佬都是因为这样而起家 - 法家自负都是这个时代的 - 第一集的王飞鸿呢 - 就是说有这种寓意的 - 但你问我呢 - 我觉得整个系列最有问题的一集 - 就是第二集 - 我真的觉得很有问题 - 怎么说好呢 -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 这一套是有一种民族的自卑感的 - 第二集 - 你说不说吗 - 没错 - 第一集也有的啦 -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 第二集的 - 明显的 - 第二集很强烈的民族自卑感 - 第二集 - 我很有印象的 - 第二集的开头就是说 - 王飞鸿呢 - 他和十三姨还有阿欢 - 三条粉腸就去了坐火车 - 要去省城 - 之后呢 - 他们就在那吃饭 - 之后呢 - 有一幕就已经是非常有趣了 - 记不记得呢 - 梁欢呢 - 是不是不懂得切牛扒的呢 - 是不是 - 他切切下就飞鸿了 - 十三姨嘛 - 但问题王飞鸿呢 - 第一件事呢 - 是不是就已经在吊鸿着梁欢 - 就是说 - 别这么大香你啦 - 你不懂就等我来表演吧 - 但其实他自己根本都不懂的 - 你是可以感受到 - 王飞鸿这个角色呢 - 以外呢 - 是很难濕咎的 - 他自己又要面子 - 但问题呢 - 他又不可以拆给徒弟看 - 他又不认自己拆的 - 但其实整部戏的基调呢 - 尤其是很记得的 - 就是这一幕的开头呢 - 他是有一种感觉呢 - 就是不断地笑咎着 - 王飞鸿是一个大香里 - 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很愚昧 - 其实整部戏一直都是 - 在讲柏羊那种 - 批盾中国人的妆 - 乱吵 - 还有窝蕾斗 - 还有没得团结这些特征的嘛 - 是不是呢 - 老实实的 - 第二集呢 - 你是完全感受到那种东西 - 不论就是省城里面的百年教啦 - 老实实的 - 作为一个现代人 - 你看到那些东西你都会觉得狠狗啦 - 是不是呢 - 就是百年教那些东西 - 你怎会有得信的呢 - 什么无生老母啊 - 什么东西那些东西 - 有时候我看着那些百年教的东西 - 基本上呢 - 我不单止是恥笑你迷信 - 迷信你都不足以形容 - 这件事是多狠狗 - 多狠狠反字 - 很简单 - 百年教的故事 - 或者在现实中的百年教 - 他的信仰是有少少佛教的传承的啦 - 又或者这样说 - 他抄了一些佛教的思想的 - 里面呢 - 亦都包含尼勒教的 - 即尼勒教 - 即尼勒教 - 即尼勒佛 - 是一个未来世的一个佛 - 但是呢 - 在故事里面的百年教 - 是有很多标童 - 在跟你说乾坤 - 阴阳 - 什么样的东西 - 那些东西 -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东西 - 就算不要说是华夏 - 尼教也好 - 都至少是道教 - 老老实实的 - 佛道两教 - 这样混在一起 - 那种变习呢 - 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百年教 - 整件事已经是好 - 不合理的了 - 即我不是说 - 创作团队讲的东西不合理的了 - 但问题是 - 如果你去信了这些这样的教 - 但你连这个教的本质 - 全城是什么东西也未知 - 这些不单止是迷信 - 而是愚昧 - 整套戏的中国人 - 你信那一班 - 已经是有一种迷信的批判 - 也是非常愚昧的 - 不论是百年教的信中 - 还是说 - 王飞鸿身边的中国人 - 都是非常愚昧 - 老实说 - 最后一件事 - 阿Butrofia - 你记不记得 - 王飞鸿 - 他们这班人 - 入了省城之后 - 是发生了什么事 - 他们遇到百年教的 - 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 他们整班都忽然了 - 一定要 - 虚除所有西方的东西 - 包括这些十三衣 - 有人扔东西扔一下十三衣 - 扔够十三衣 - 但问题是 - 其实 - 正常的人 - 你看到这些这样的批刀 - 你都会吵架他 - 但问题是 - 你看到客棧的人 - 都缩都缩不缺 - 都算缺帅 - 然后你记不记得 - 那班同文馆 - 是否被百年教的人 - 消了 - 之后那班学生流离失所 - 你记不记得那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 - 这堂夜不是我跟开 - 不关我事 - 不是我跟开 - 射駁粗 - 不是我跟开 - 你这样我很难做 - 我很难做 - 你看到那种缩骨射駁 - 和老人土 - 这种真是可能中国人的 - 之后我们又回到第一波火轮车那样东西 - 其实这部电影是不断批判中国人的特质 - 但有一幕我觉得很有趣 - 记不记得王飞鸿在那叫食物 - 即是打算吃饭 - 之后他说他还没吊菜 - 但问题是东西就去了桌面 - 他就觉得很好奇 - 之后十三二年跟他说 - 飞鸿银 - 坐火车 - 又或者坐火轮车 - 食物都是做好的 - 不需要叫的 - 因为王飞鸿第一句就说了一句 - 那些东西就很不新鲜了 - 整部电影或者整幕 - 是在笑咬着他不懂东西 - 是在笑咬着他完全对西方的文化一笑不痛 - 那些东西就说了 - 这个方向笑他很错的 - 即是他真的不懂西方文化 - 但问题是你只可以饮食 - 你吃新鲜 - 你追求新鲜有错吗 - 这个就带出了这一套戏 - 思想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 我相信是承责着新文化运动 - 大陆来的余毒来的 - 那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 彻底西化 - 那时候的文人 - 或者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 - 都觉得仆佳了 - 因为清朝太積弱太腐败 - 中国人就是愚昧 - 就是华夏国 - 所有全部都是纳门七色的 - 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可取 - 全盘西化了 - 直接做西人 - 就像十三一那样 - 是不是 - 你就会有这些例子 - 但问题是 - 吃饭追求新鲜有错吗 - 没错的 - 是不是 - 但为什么这一套戏会笑咬着他 - 这里你就会看到那样东西是什么呢 - 这一套戏 - 黄飞龙是基本上就是说中国人站起来 - 很强大 - 或者是破除迷信 - 第二集是说这一件事 - 但问题是同时 - 与此同时 - 你会感受到那种民族自卑 - 你不觉得吗 - 但他搭火车的目的都是为了参加医学会议 - 都要说針灸宝兰劲 - 我知道針灸宝兰劲 - 那个摄疇歌不能动 - 所以呢 - 其实他没有很详细地说 - 究竟針灸什么东西 - 可以比现代的医学 - 这个只是很表面 - 我们的文化博大精心的 - 你令到他的摄疇歌能动 - 好 - 我就令到他的摄疇歌不能动 - 正能比你更多 - 但其实很少计算的 - 你明白吗 - 即是怎样说好呢 - 他有一种感觉是 - 就是西方的就是先进一点点 - 其实很有趣的 - 那一幕你这样说起来 - 你记不记得帮他翻译那个叫孙文 - 即是孙中山 - 孙文帮他翻译那些中意理论的 - 之后他是不是拿着个针灸图 - 即是一开波就说人体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的 - 对应这个心光脾肺神 - 但问题是他的英文翻译 - 他只会跟你说心光脾肺神 - 但他不会跟他说五行 - 你明白吗 - 老实实实的 - 虽然我对西方的医学不是很熟悉 - 因为我不是读医的 - 但中医的基础原理我都有些认知的 - 基本上好像中医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五行 - 即是金木水火土平衡的 - 即是五藏六虎也有分阴阳 - 简单来说是所有东西都是平衡 - 是另外一套的医疗系统 - 完全是另外一套 - 即是他们相信心是主宰一切的 - 而在电影里面就是说大脑主宰一切 - 但问题是他会在这里笑咎 - 它觉得一个功能的心 - 即是心脏控制一切是混亂的 - 因为大脑才是控制神经 - 控制身体 - 但问题是根本人 - 不知道中医里面的心在说什么 - 它不只是单纯在说心脏的心 - 也在说你的意识你的神识 -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感知体 - 你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的器官 - 它真的不只是单纯在心脏的心 - 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 即是射雕英雄转入面的一部超风 - 练九阴真经 - 拿了卷下卷 - 之后就吹敌之手脑 - 之后他就用手插够人家的脑子 - 但问题是这本道家的书 - 手脑的意思是什么呢 - 就是要害的意思 - 它不是插人家的头的意思 - 是要害的意思 - 至于你后来一群人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中医 - 或者连基本的小小中医常识都不知道的时候 - 它就走去觉得西方一定比中国那一套 - 你是感受到那种 - 是整套戏有一种矛盾 - 和有一种好笑 - 你是感觉到那种感觉很自卑 - 它就很盲目地相信西方 - 各种东西一定比中国好 - 但问题是它根本对自己中国的认知 - 又或者华夏文化根本不清楚 - 之前就说了 - 多一个民族自卑到极致那时候 - 就会变得自大起来的了 - 用来掩饰它的自卑 - 就好像那帮八年教育班人那样 - 以为自己会神打 - 以为自己真的是神功会体 - 压毒不参 - 结果就被王菲云打到一拳一拳 - 入了 - 打到吐了电 - 那段也是很好笑的 - 王师傅踢勾他 - 打勾他 - 之后一直打他 - 吐了八铺 - 然后连神功会体也吐不出 - 一个二个都比 - 王菲云打到一拳一拳一拳 - 然后还有什么 - 连信仰都崩潭了 - 他的人生好像衰着之处 - 城市很难可悲 - 但当年如果你要看这些 - 打飞机片才有民族之外的观众 - 就会被这帮这样的人 - 可悲 - 很难可悲 - 那件事是什么呢 - 你去笑究滿清的那种职弱 - 那种腐败 - 但问题是 - 你不懂得照鏡那一刻 - 好笑的 - 怎么说好呢 - 你们会觉得政府失败 - 固自然的 - 那时候的清政府 - 我说清政府 - 千万不要亂想 - 但问题是 - 有什么人就有什么政府 - 意思是什么呢 - 就是大家看到那时候 - 那种愚昧的中国人 - 那种丑陋的中国人 - 那种人 - 你再看到那种政府 - 你会看到那些关联性的 - 是什么事呢 - 我就不多说了 - 自己反思一下 - 但我可以告诉你 - 答案是什么 - 就是伟大的共产党 - 是不是 - 国民党这些这么腐败 - 革命军有救他 - 然后辛亥革命 - 国民党 - 北伐 - 全部都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 只有共产党出现的时候才能解决到 - 我爱国爱港的 - 我爱国爱港的 - 千万不要觉得 - 我在拍摄什么 - 我觉得是什么 - 政府失效 - 那些人民愚昧 - 那些 - 我在讲清朝的时候的人 - 千万不要觉得 - 我在讲现在的香港人 - 我绝对不是在讲这些 - 我绝对不是 - 没错 - 所以之后的香港恐怖电影 - 就趋向现代化了 - 因为大家都不需要再看这些片 - 因为有共产党 - 香港重将属于中国的 - 香港重将属于共产党 - 所以大家不用怕 - 所以就转变成成龙的动作喜剧 - 现代化一点的 - 不用常常讲民族打义 - 因为这个世界始终属于共产党 - 可以讲一些构女之类的东西 - 符合香港人的现代化的进程 - 我会说是这样的 - 成龙的电影 - 你问我 - 他就没有随刻的王菲雄 - 这么多东西好分析 - 可以很坦白地跟大家讲 - 你问我 - 我会觉得成龙的电影 - 是真的很轻松的 - 又或者这么说 - 他是将官能刺激做到极致的作品 - 是真的很懒惰 - 我真的很记得 - 我真的去看警察故事第一集 - 我看着他跑追巴士 - 那个龙白上巴士那段 - 真是瘋子 - 我在那一刻就在想 - 到底他是怎么拍出来 - 他要多么不要命 - 又或者是警察故事 - 他一开球 - 是不是在山头 - 拿着个红色轩裂 - 就是就是刺激裂地的 - 刺激下来 - 对我真的是很疯的 - 他是完全門难了 - 那些� gazelle可是不是 - 那些貓中有些事情 - 那些犀 chor到的 - 温胁 加這個熟悉感 讓你看電影時有多些共鳴 當然啦 現在就沒有什麼共鳴 因為大家都不想再看熟悉的東西 所以就看了一些什麼 就是一群人唯有一個紫色 Crossy下巴的外星人 好一點 總是覺得看外面的東西好像比較熟悉 尤其是上戲看到那些霓虹燈 或者那些武術動作 尤其是在Matrix 看到人家耍功夫耍得漂亮 那時候就會大叫 哇 這些就是香港以前的武打電影 那時候才會大叫 但問題是他們從來不走去珍惜 又或者去重視那些存在的 又或者快要收皮 通常收皮之後就會去做笨言之聲 最喜歡送笨 所以就這樣 你看到那時候香港的動作電影 只是個個拼命 又或者真的盼著命 我還記得 我在網上看過有一幅圖說成龍 即是他有一幅人體圖 然後就是指著成龍 哪個位受傷和做了手術 應該每個位都受傷了 我反而很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他還可以有命 還能走到耶穌是這樣的 真的很瘋 我很記得第一集的警察故事 他在紅磡廣場是由頂樓跳到底 就是拿著鐵柱之後 燈飾一邊跳下去會一邊爆炸 然後下面有個攤檔讓他著陸 然後那是一個長鏡 這個其實又好像回到我們上一集 這個系列的第一集 就是在以前的武俠電影或者動作電影裡面 他們的鏡頭很少剪接 又或者這樣說他的剪接不會像現在那麼花巧 他反而著重的就是真功夫震撼性 很多東西都是長鏡頭來的 即是不論是警察故事的第一集 那輛車衝下山 又或者去那些釣巴士尾 又或者去由紅磡廣場跳下去那一刻 他都是一些一鏡的 又或者不同的鏡頭 不同的角度去拍著他而已 但問題都是長鏡頭這樣看著他跳樓 很瘋狂 真的很瘋狂 因為這些就是那個年代的那種作品 那種格調 當然啦 1980年其實都是龍虎武師的末落 你想想雙爺當年 就是恩子丹 當年其實在王飛鴻第二集 都是在做配角的 他是否去做衙門的總督 還是參贊 因為嘉嘉寺也是一個最大的反派來的 是啊 但問題是 其實在他之後 你有沒有除了謝霆鋒之外 我知道你弄的東西 除了他之外 還有哪個動作明星呢 吳京 你沒看殺破狼嗎 OK 吳京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來的 真心 即是他當初在一個殺破狼裏面 做一個小流浪 本來他這場戲都沒想到的 宇宙最強的提議說我們在一條巷裏面打 他才有機會露面 當然啦 之後的故事就不用說了 人家就很努力的 一開始人家有發戰狼的嘛 我是中國人 雖然必知嘛 然後就流浪地球 拍拍一下就投資了一份 最後賺到本本本本 他是一個近代的一個廣為人知的一個動作明星 其實他都算聰明的 因為他開始懂得轉型 現在你看到成龍在拍戲 開始拍那些溫情戲 但是他太遲了才能夠說 他年輕的時候應該要開始懂得轉型 但是他很明顯沒有做到 殷子丹也是 殷子丹也是轉不了型 很明顯 結果他繼續拍這個《葉問5》 就是因為他不懂得轉型 因為大家都對他的印象就停留在那個動作片 就是一見到你出場 就覺得你應該要打架 你不打架的話 他就覺得壓淺 他媽的推斜 對不對 又是很中環 豬尼巴推斜 這樣的 殷子丹 如果大家想聽的話 就會在下一集我們開始有講 殷子丹這件事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略略講一下 其實香港的動作電影為什麼會 沾沫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其實因為很簡單 殷子丹那件事就是 剛才我問阿姆蘇菲亞的問題 其實觀眾傅心自問你們都可以想一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選擇得出 除了殷子丹之後 可能洪金寶 成龍 袁華 袁彪 即是這一代老一輩的龍蜂武士之下 還有哪一位武打明星是現在大家可以叫得出名的呢 這個問題你答不到不是你的問題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在香港的龍蜂武士是出現了斷層的一個問題的 簡單來講如果大家有看過七人樂隊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七人樂隊其中有一段就是 阿雄金寶拍的 他就是講回他當年小時候 學經劇的時候怎樣練功的 我可以坦白地跟大家講 他們那些訓練方式 放回現代 絕對是若兒來的 絕對是若兒個案 全部都是若代的 這裏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Motrovia你記不記得霸王別姬有一段是很有趣的 就是張國榮想訓練小四 但是小四就反抗那段 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第一件事就是 不會再受這一類的教育 第二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也不會這樣教的 其實霸王別姬 張國榮在成長的過程 師爺也跟他說 若要在人面前顯富貴 便先在人後受罪 雖然他用普通話說的 這個故事 我可以講一些廣東話 但問題是 其實那一套的教法 基本上是虐待的 根本就是虐待 但問題是 那時候你入戲行 你入這些經劇班 你基本上跟賣身沒有分別的 你就賣了一個兒子 那個師傅就當你兒女那樣 又或者這樣說 當你兒女那樣給你飽飯吃 但你要做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賣藝 但問題是接受那些訓練 全部都是瘋了 你想想香港底 哪有小朋友會願意做這些事呢 不要說小朋友願意先 哪有家長會給這件事發生呢 那沒有的 那你已經沒有人了 第二個層面就是什麼呢 拍片嘛 自2008年開始或者再早一點點 香港的龍虎武師就已經斷層了 除了沒有人之外 也是香港人的那個人工貴嘛 那人工為什麼貴呢 這些是另外一些社會問題來的 但我想說的就是香港人工貴 跟大陸的龍虎武師一比 大陸的武爭 那些大陸的武術學院出來的 真是武術學院出來的 那人工一比 你知道什麼事的 如果香港人計算的話 大家知道什麼事啦 結果是什麼呢 你這個行業沒有新人入行 也都培訓不了新人 然後現存做龍虎武師的 都賺不賺到吃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就算真的堅持打得也好 你不是因子丹 或者真的人家叫得出名的 根本都沒有人會付錢 你去做龍虎武師 好了 再過了這個問題 再整體地說 就是電影業本身都衰落 綜合這幾個因素 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就沒有了武俠電影 又或者沒有了龍虎武師 這一件事 再說得難聽一點 那本身這個行業都有問題 那當然啦 這個絕對是啦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香港沒有工會 哦 跟柏洋一樣的嘛 在說的東西 遲大局限來的 遲大局限 除了沒有這個制度之外 制度不容許這件事 但是那些人也是那件事 如果一些人不容許這件事存在 你不容許沒有工會 你覺得這個社會會不會這麼久都沒有工會 你要有工會 你第一件事要團結的嘛 但是香港人 說團結 所以又是回去拍揚 丑陋的中國人 說中國人的特性啦 所以香港人其實不能團結啦 所以呢在這一幕呢 這些位置其實 千萬不要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啦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啦 那記得啦 夏東說你們是中國人的 不是我說的 香港政府都說我們是中國人啦 我是中國香港人 我們下一集就會講更加中國人的故事 沒錯 震奮人心 有這個打十個 然後打日本 打英國 再打美國 最後打美國 對啦 非常是中國的 當然少不了打自己人 就是打日本仔 打美國人 打英國人 都不及打自己人最厲害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出去啦 還要follow我們兩個的IG啦 那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